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到塔路姆的288一个人 塔门海滩216一个人 我估计是要到坎坤市区再去换公车了 这是行李票 这就是ADO的红色大巴 这个ADO的大巴很多 基本上每半个小时都有一班 98笔锁又涨价 33块钱左右 最右边票价上面就是你的座位号了 看就是这里98嘛 上面是我的座位号 42 刚刚也问了没有直达女人找的那个 公交车我必须坐在市中心 然后再去换出车换到马头 再坐轮路过去 到了ADO的终点站了 这里是坎坤市区 他离开那个酒店区 那个7啊 那个开头车那一横的左边很近 大家要去坎坤周围的梅里达呀 还有其他城市都可以到这里来买票乘车 我现在去他周围的大型超市买点东西 因为我发现那个岛上物价很贵 其实我是想在岛上度过一个悠省的时光啦 性价比最高的还是住在市中心 但市中心什么海水都看不到 酒店区的性价值就很低了 酒店区就是奢华度假的那种 我先去找一下它的超市 旁边有一个大的一大五星 ADO旁边有一个巨大的超市 里面物价都还可以 我怕小岛上的物价比较贵 而且不方便嘛 查了一下没有什么大型的超市 也许说查错了 我先做好准备买了718 墨西哥比索币的食材 饮料啊牛奶什么的 哇好多装了我一箱子 那边距离这个码头 最便宜的这个码头是3.5公里左右 那我打车过来 Uber是41比索 但是根本就叫不到车 出发司机他叫价70比索60比索 我跟其中一个砍价砍到了50比索 也就是16块钱左右 就到了这个码头 看就是这样的 去搭乘快顶了 这就是这个码头的外观 黄色的还有一个灯塔 进来这个码头大门 右边就可以看到这个店铺整个都是黄色的写的 其实可以很容易看到 这里就是唯一一个像女人导码头的传物工具 往返是380比索或者20美元 但是这是睡前 最后是398比索 那你回来的那一趟的什么时间都可以用 它是早上6点钟第一班 晚上11点钟最后一班 现在就是这样子的了 一张黄色的跟它的船体的颜色是一样 就是这里了 右边就是这个黄色的店铺 卖船票的 旁边还有一个便利店 OXXO 那边就是码头 上个黄色的船了 拿着票等船了 这一艘船从岛上过来的刚刚口岸 现在是17点28 半个小时以后出发 上面写了出发的时间是18点 上场了 总共有两层 大家基本都坐在第二层 这种露天的座位 那小岛应该就在那边吧 那一条 那边就是酒店区 这个海水目前没有看出来 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开场了 一个达卡 一个西架海洋 下落几海 四季西亚 四季海风 帽子上去掉了 还好头发 弄不住了 吓死我了 25分钟的轮渡时间上面还有唱歌表演 不过是要打赏它的 给不给看你自己不强制性 现在我看看Uber或者其他车能不能到我的自宿的地方 因为现在的码头是在倒的最左边 我的那个是在倒的最右边 这里没有Uber 看了一下在5.2公里左右 就叫了一辆出租车 正好门口停了一辆 100匹锁 差不多人民币32块钱 可以的 我现在就是我住的地方了 这个岛上也是有公交车的 这个01路我已经记住了 就到我住的这个地方 这个灯正好我一指它它就亮了 这个环境看上去还很好 有一种热带小花园的感觉 你看它的布置挺精致的 我喜欢不知道房间怎么样 进去了我要在这里待13天 感觉还不错 这里自行设置出租的吗 房间都很原生态的一个布置 它这上面也是一些猪啊 它这上面也是一些猪啊